在上一段影片我们看了如何用list来将很多不同的value或者数值 去用一个variable去储存它们 那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需要对list里面的每一个数值去进行一些运算 例如我们上一条影片见过的那个rest one list 我们可以用print这个function去print里面不同的rest one的名字 那我们再可以加一个比如rest one 1 那就是叫做什么名字 那我们就用回rest one list里面的第一个item 那个index就是0 那同样地我们可以再开一行新的 然后打rest one two print第二间的rest one的名字出来 那如此类推我们可以继续copy多几项 然后print restaurant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那我们就要改一个index 那我们run script就会见到 由手边console那里print那些rest one的名字出来 那我们这个做法就不是那么efficient 为什么呢 那譬如如果我们要改一改那句句子 是叫做rest one number one 那我们就要在每一行的string里面 加回no就是number那个字下去 那我们要重复做七次了 那你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每一次这样改的话呢 都会是挺麻烦的 尤其是如果我们的list 是有多过7个element 如果我们有100个甚至1000个不同的element 在里面的话呢 那我们就真的有时间才改得完 那所以以下来我们会学习 如何用for loop这一样东西呢 去做一些重复性的运算的 那首先我们现在试试打for i in range 0 豆号5 那i在这里呢 其实就是一个variable来的 那你会见到如果我们在这个for的loop里面呢 我们print i 那你就会见到在我们那个console那里呢 就会出了0 1 2 3 4 那所以我们见到 其实我们刚刚写这个for loop呢 就是重复这样去run了print这个function 五次 而每一次呢 那个i呢 都会是有不同的数值的 而它最开始的时候呢 就会用0 那到走了五次之后呢 它就会是0 1 2 3 4 这样就写到4了 那跟我们之前看过if statement一样 我们可以呢 应用code block这件事呢 在for loop里面的 那例如 我们可以在print i的下一行 打多一行print 然后一串的横线 那留意我们要对齐回 两个print的statement呢 那而 我们见到因为print i和print那一行横线 它们都是在同一个code block 它们是对齐了的 那所以呢 那for loop呢 就会是两行两行这样去run 那每次就会print i的数值 和那一行横线 然后呢 就再print下一个i 和那一行横线 然后repeat五次这样的 那我们现在试一下 应用这个for loop 来print回我们之前的restaurant list 那我们首先 把restaurant list打出来 那然后我们将print i的 一句的function 就把它改成 print restaurant 然后呢 再concatenate restaurant list 里面的 就是第i的element 那i在这个case 我们就用来做index 去retreat restaurant list里面的那一间 restaurant的名 那当我们run这个for loop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看到 由index等于零 就是第一间 去到第五间的restaurant 就是零一二三四 那五间的restaurant 都会print出来的 那当然这个restaurant list里面 就不止得五间餐厅 那不如我们试一下 打12下去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那你会见到 他呢就会print 11间的restaurant出来 那但是呢去到第12个的时候呢 他就会说 list index out of range 那在这里呢 我们要留意 range这个function呢 其实就会把这个for loop 那个i呢 由0 是走到12-1的 那你会见到就是第二个数字呢 其实我们是需要把它减1 才是呢 他会圆那个for loop的那个数字 那所以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呢 因为我们的list有11个element 所以我们是要由0 print到去第10 那所以呢 我们是要打11 在我们range的第二个数字那里的 3 5 第1个数字 好吧 因为心里面